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面向过程与面向对象 为什么有这样一节课 因为我经常遇到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说我在大学里面一开始选了两种编程语言 学的C和学家家 C语言老师跟我说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 学家家语言老师跟我说呢 学家家是面向对象的 那到底什么是面向过程 什么是面向对象呢 以及ES这种语言到底是面向过程的 还是面向对象的 都是这节课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问题 大家先看一张图 大家能知道我这个图想讲的是什么内容吗 是一个冰箱里面装一个大象对不对 所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把大象装进冰箱总共分几步 肯定有同学会觉得 老师你这不是在搞笑吗 你是要说小品吗 因为有一年的小品就有这句台词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要给大家讲小品啊 我还是问大家那个问题 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 我相信大家其实第一反应 一定是小品里面的结果 什么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呢把大象装进去 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对吧 我相信大家第一答案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样回答的话 那么你不知不觉的就完成了一种 面向过程的分析方式 什么叫面向过程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想实现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关心的是要完成这个需求 总共分为哪几个步骤 比如说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第四步 当每一个步骤都实现以后 那么整个的需求就完成了 这就是面向过程 我们更关心的是整个过程的步骤 但是如果是面向对象呢 会怎么办 面向对象啊 我们首先会分析 在当前这个需求里面 到底有哪些对象 然后呢会分析 对于这个对象 具有哪些属性和方法 或者行为 那什么叫属性 什么叫方法 比方说我这个人 我的名字 比如说我叫谢成 我三十四岁 就是我的属性 那我有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我会吃饭 我会讲课 我能敲代码 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方法 或者叫我的行为 对吧 那回到这个例子当中 如果对于大象装冰箱 大家觉得这里面 有哪几个对象 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呢 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是 有大象这个对象 然后呢 还会有冰箱 这样的对象 这比较明显对不对 那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 对于大象这个对象 和冰箱这个对象 有哪些属性或者是方法 是在这个需求里面 我们需要去关心的 比如说大象的颜色 大象的名字 我们需要关心吗 这个需求里面 我们不需要关心 对吧 我们可能需要关心 大象的体积 为什么要关心大象的体积 因为在代码当中 可能会有一个F判断 我们需要判断 如果大象的体积 小于等于冰箱体积的时候 这个大象 才能够被装到冰箱里面去 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判断啊 所以说 对于大象来说 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属性 可能是它的体积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属性 是需要我们关心的吗 想一想 好像暂时也想不到 对不对 那方法 大象有哪些方法 是我们关心的 有同学肯定会说 把大象装到冰箱嘛 那你想一想 是大象把自己装到冰箱吗 当然他可能是自己走进去 对不对 这是一种情况 那如果不是自己走进去呢 是自己把自己放进去的吗 恐怕也不是 所以说 对于大象来说 可能只关心一个属性 是它的体积 那冰箱呢 冰箱可能我们关心的 也有体积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需要比较大象的体积 和冰箱体积之间的关系 对吧 什么方法呢 把大象装到冰箱 是冰箱自己把大象装进去的吗 也不是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隐藏对象 比如说这隐藏对象 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双手 它的作用呢 就是把大象呢 放到冰箱里面去 所以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分析一个需求的时候 又分析出一个隐藏对象 其实这种分析方式 就是这种面向对象的分析方式 我们所关心的 不是在是每一个需求的步骤 而是关心 在这个需求里面 都有哪些对象 每个对象 就有哪些属性和方法 当然如果需求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对于一些共同对象 我们可能呢 还要抽象出一些类 对于类和对象 我们一会儿再说 相信通过这个小例子 大家应该已经能 对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有了一点点 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对吧 其实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是做Java的 大家都可能知道 Java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 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 也有Java这本课程 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说 万物皆对象 Everything is object 就是你什么都是对象 你想研究什么 你就可以把什么看成对象 其实当时我对于这种思想 也不是特别理解 但是呢 当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有一天我恍然大悟 一拍大腿 原来这就是面向对象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呢 是想跟大家说 面向对象它是一种思想 它并不是说 我们通过三言两语的讲解 你就能够很好的运用自如 这种面向对象 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 和不断的去总结 大家才能够写出比较好的 面向对象这种代码的 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学的GS 或者我们叫ES 它是一种面向过程的语言 还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呢 其实啊 它是一种叫做基于对象的语言 什么基于对象 叫做object-based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ES 来说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面向对象的语言 只不过呢 在这种语言里面 提供了一些方式 我们就可以模拟这样的类 那到底什么是类 什么是对象 很多同学可能也搞不清楚 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再一起聊一聊 到底什么是类 什么是对象 大家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人 再比如说卸程 卸程就是我嘛 对吧 很显然 我也是个人 那想一想 对于人和卸程来说 哪一个是更加具体的 哪一个是更加抽象的 大家觉得人这个概念 它指的是具体某一个人吗 它指向的是张三 李四 还是卸程 好像都不是 人这个范围会更加大 更加抽象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卸程 很显然 它是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人 那就是我 对吧 我这个人 所以呢 结合到这个A和对象来说 人是不是代表类 而卸程呢 是一个更加具象的 具体的这么一个人 它是不是就代表对象 所以呢 到底什么是类 什么是对象 这边给出一个概念 这类呢 是对象的模板 定义了同一组 对象 共有的属性 跟方法 大家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都是属于人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 每个人都有名字 对吧 都有年龄 然后呢 只不过每个属性不同嘛 比如说 我的名字是卸程 我的年龄是34岁 比如说 我们可能还有身高啊 体重啊 等等 这些属性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不是还有共同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我们可能都要吃饭 都要睡觉 对吧 吃风发撒睡嘛 可能我们都有这些方法 所以呢 其实类 就是具有相同属性的方法 对象的这样一个集合 比方说 我再几个例子 大家想一想 狗 他觉得狗 是类 还是对象 很显然 狗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因为狗这个概念 它可能还分为很多种狗 对不对 比如说 它可能有这种鸡毛啊 有这种哈士奇啊 等等 对吧 那另外的话 大家觉得鸡毛 你觉得 它是一个类 还是一个对象 鸡毛 它是不是也不只是说 指向的是某一条狗 比如说 我面前有一条狗 它叫旺财 那你觉得 这个旺财 它是一个类 还是一个对象 它是不是已经是一个 很具体的具象了 就是我面前这条狗 已经是一个实力化出来的一个对象 而狗 就是一个类 当然 对于类来说 它可能还有负类和子类 比如说 狗 是不是还属于动物 大家觉得动物的范围 是不是更大 比如说动物 可能是负类 每个动物呢 可能有年龄 有名字 然后呢 动物来说 它可能有些子类 比如说 可能分为狗 可能有猫 当然 是不是可能还有人 因为人也是动物嘛 对吧 所以大家看 类的话 更加的抽象 而对象 指的是已经实力化完成以后的 那一个对象 当然有同学经常会说 其实程序员最不缺的对象嘛 没有对象就 用一个重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 如何通过代码去实现类 以及如何去实力化出 对应的对象 对象